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今天讲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我在台湾一定讲这一宗最重要的台湾新闻 也有很多人关心台湾的情况,也有些香港人感觉到这次地震 台湾爆发了二十五年来,仅次于1999年921 我会讲一下当时我的感受 这个尼克特制7.2级地震是在花莲沿海发生的 震央是在花莲沿政府南南东方,即东南偏南方 二十五公里的东部海域,来陆地很近 地震深度十五点五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 所以相当有感,而且是非常激烈 遥防,截至到今天4月3日下午5点为止 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 934人受伤,还有56人受困 受困的民众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花莲园 台北有一间非碟电台,燕赵小康 90年代又做到现在,现在没什么了 但基本上都是统派共产党下控制的非碟电台 电梯急度,即无论什么政治立场都好 我都不希望有人受伤 希望这件事大家知道就是台北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那个当然是没有人受伤的 不过因为急度的原因,有人因为这样 因为抛飞半空,所以造成骨折 这个大家要明白 大家知道是相当严峻的局面 当时我的情况是怎样呢? 因为今天发生这个地震的时间呢 是在这个很早的时候 大概是七点五十几分 好吗?七点五十八分 这个时间我正在睡觉的 因为我要养足精神 然后我想着九点起床就开始刨新闻 因为今天我要去年代六节目 所以我也要去看看什么新闻 然后去写 因为我们做台湾节目的定律就是说 刨好新闻,知道做了什么 写好自己,或者想清楚自己说什么 才去做节目的 所以我通常不会做我自己这个节目 或者是跟杰斯做节目 明天我们又去跟他录影了 那就是在外面做节目呢 第一,尽量说些话不要太多重复 很难避免有部分重复 但是不要太多重复 第二就是要做好功课 而做功课的时间通常是一比二 就是你每做一个小时的节目 包括你坐的时间,一个小时的节目 你要做两个小时的功课 那间不中有些节目要讲很长的 分分做三个小时至四个小时的功课 这个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 因为我不是金脑袋 尤其是讲时事,一定要看东西 所以我打算起床才做 怎料未睡醒,震醒 摇,摇得很紧 摇到不单只是觉得,哇,是动 而且外面有些声跌下来 那我看看外面有什么声 原来我在客厅里 我通常都是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镜头后面 我放了一袋书 用这些书的不同的间距 是放着这部机 那我的机当然不是这个地方 那些书就震到一地 书架就没有整个拍下来的 书架的书没有倒下来的 但是呢,另外我放在上面 平方堆叠的书呢,就摇到地下 但是有个奇怪是什么呢 那我后面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釘的,全部都是拿得起的 没有倒下来的 靠着那一部墙 我想它的阵就是说呢 它不是这样阵 它是这样阵 那就是说呢 英国说它刚刚掉了方阵 它不是这样阵 如果这样阵的话呢 就是向我前后这个方向阵的话呢 它就整个想起来的 它是我去到左右的方向阵 那它贴着墙就没事了 我想就是这样 那有些不是有贴着墙的情况 那因为它这样阵嘛 整个飞到整地都是 我看这书的情况就知道 它是左右阵 导致到整个飞下来的 那房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什么重大财物损失 那我自己问回一些 我一直有联络开的一些 就是手足,可以这么说 就是年轻人 他们都没事 有些在去旅行 幸好没有去这个花莲 不是,花莲就很可憐了 有些在今早早刚刚开始行山 啊,突然间山泥倾射 人生就是这样了 真是很无常 那另外就 亦都有部分的安座家中 男男女女的现在都很OK 我想就是2020年之后 很多香港人来过 这一次应该是 如果在台湾的话呢 是感觉到最强烈的一次地震 什么感觉最强烈呢 是会震醒那种 通常特制二三级呢 基本上不会震醒的 四级或以上就基本上会震醒的了 因为你整个感觉是整个遥 就是那些灯是会动的 那这个四五级的地震 那这种四五级的地震呢 我都经历过的 以前我去台湾读书经历过 而最严重那次是1999年921 当时是 我在中和住 当年 17楼 降架建筑物 晚上 温书 第二天要考 司法考试 下个礼拜就要考司法考试 突然之间 爆爆爆爆爆 声后震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外面全部停电 家里停电 我在那里抬电 没搞错 停电 接着没几分钟就震了 有揽头杂杂传来的震波呢 电先停 震波后置 最后震到哇 又上下 然后左右 先左右再上下 那时候很重要 就是我试过那一次所谓的 哇 云拍不齐的 这个921地震之后呢 再经历过今早做这种呢 我会觉得今早做这种呢 全部都是OK的 就是不是说不是说好啊 但是基本上是 不是造成极大破坏 那一次是很严重的 那一次是很多人在南投到去过身的 因为呢 它震的地方不在海上面 震央就在南投杂杂 而那个地方窮山恶 就是窮乡辟 被到恶水的 窮乡辟 整个山不见了 走山 很严重 这一次呢 花莲沿海呢 也都有这个山梨傾射 有大厦 你知道有起码有两栋大厦呢 就是一个傾側 一个就坐了下来 我想你看有关的照片 都看到了 天皇星大厦等等 这个我们不足够说了 花莲对外交通其实中断 公路断了 因为公路主要是靠苏花公路 苏花就是路狼里面呢 其实很多落石 基本上很多柱都是 基本上已经中断 铁路也有同样问题 也有巨石 横梗在这个铁路轨上面 要人推开 基本上 现在都没办法 派出什么呢 船 就是花田 搭船去北部 好惨 所以希望大家 非必要 不要去趁热楼 再加上 清明至今 未来台湾 星期四 星期五 就是明天开始 就是假期的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四天年假的 公家机关都不会 政府部门都不会开的了 这几天年假 很多人要回乡下 变成了 今天晚上 每个人开车 你说有人搭高铁 我认为运输量相当重要 但是呢 开车的极多 就失满了很多公路 希望大家平安 这一次4月3日的花田大地震7.2级 我想到现在有感如震达到65次 现在有整个花田天王星大厅 已经救出21人 但仍然有一位女人 仍然失联 交通方面 台九线桑花公路中断 台铁以南丰临之间停洗 新北的折运环状线 甚至经过中和黄色的线 轨道变形 全线停洗 我想这起码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够 这次的情况 和1999年 25年前 921的7.3相当 即是今次7.2 上次7.3其实差不多 也都是继921之后 我今天下午阵了很多次 我在年代向前开的时候 已经是震过起码两次 现在我震的时候还没有震 我不知道我6度下会不会震 这次地震是2020年的公布震道新制之后 继2022年的918磁霜地震 再次测到6度的强震 即是6级以上 台北我记得是4-5级以上 最严重是花莲和宜蘭 他们的震的程度相当多 我在很多在台港人群組 都问过大家的平安情况 也都专门问过一些亲友 他们在台湾的情况是如何 基本上全部都报平安 有一位孤隐其名 即是一位我们以前很熟悉 也都是跟我一起做过节目的一位年轻人 来到这个地方开了一间餐厅 货架上面的货子 跌下来 但是因为他人没有受伤 家企的书跌下来 货跌下来 因为他开餐厅很厉害 这个才是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坐在那里 是在招钱 香港人就是说在台湾那里 努力赚钱 开餐厅 是不是 做政论节目 写文章 做兼职教授 我现在在做兼职教授 然后做律师 基本上是做这些东西赚钱 那你用这个地方 用专业 用你的能力 去服务这个社会 是重要的 那我的亲友 基本上都是平安 希望大家明白 都完全完好 在台的各大群组 的很多人 都基本上都是报上平安的 我是比较担心一些 这是我认识的 在花田和异兰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是困难的 那希望大家就是 就算有什么损失 按照这个 有关很多群组都传了 那究竟怎么去 就是可以 免需问题 所以大家要拍片 拍影相 去证实到你的财产损失 那保险 和税务的宽免 才可以做得到 OK 那同时候 这几天 非必要不要搭 轨道交通 和尽量在家 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出去 无论你騎楼 如何安全都好 都会有飞来的一些 物品 不知道哪个地方扔下来 起码这个地方 不是江西 突然之间 强风一出去 整个玻璃整个扯你出去 纷纷黑教 死鬼了 不一定 这个是江西 但肯定不是台湾 那么台湾呢 今次造成狗死 九百多人受伤 是相当大的一个 厌重的问题 台湾也是 总统蔡英文 和行政院长 陈建仁 赶赴中央危 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灾情简步 我都知道 今天下午三点钟 候任总统 乃清德 也去到花莲 去巡察 陷灾 这些当然 不是温家宝式的陷灾 不是李克强式的陷灾 是 真正要说到做到 因为这个民主社会 你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选票 而不是来自于 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的党的意志 当然不是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 拿出真正为民服务的心去看到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 在现在的情况 台北大概是五级左右 地震的感觉 我知道香港的各位 都有这样的感受 又是什么三厘米的浪花 就是海啸 人家石环 或者是那个 宇纳国岛日本的地方 真的有成几十厘米 不是厘米 的一个浪 那个就是震的时候 会出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 花田有楼崩 也有山泥傾射 是非常严重的事 另外 也是 新北市环壮市 我都说过了 这些是比较大的问题 台北市有个酒店 最顶楼是一个露天的泳池 说有个影片 我放在Facebook 就震到 那些游泳池的水浅了出来 即是那一下就很重要 台北其实所有楼 在1999年9月21日之后 新的泥是必须要有个防震功能 尤其是台北市有很多地方 土地有液化问题 液体的液 即是会有liquified的问题 那就变成了你那个打桩 你一定不是打桩那么简单 是会做一只船的东西 即是所有台北的楼都是这样做 台湾的楼本身是这样做 即你的楼不是打桩 好像香港打桩落花江岩那里 不是这样 台北有少数地方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不是这样 没有反桩落花江岩怎么办 你是打到一只船上面 那只船是移动的 即是它地上那里 是好像一个船那样的东西 随着土壤液化 你liquified soil 你不可能去打桩 你打到那只石船上面 然后之后船是移动的 那你整个就是整个滚党 然后你做的材质各方面要好 最好在台湾买楼都买到架架起的 即是架架整个起 起了架架之后才在那里 对红毛泥等等的东西 这样才是妥当 这个就是很多新的楼都做到这种防震功能 那如果你说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会怎样呢 那当然是相当可怕了 那文川大地震2008年那些 那些捉木惊心的事不要说了 再紧要豆腐渣 接着呢 乱报数字 懒做show 啊 总理夫祖主席换做鬼也幸福 那些无耻民人 所以这些就是中国的事 我们不值一提 接着贪污掠水 希望你们给他多些钱 那些钱放入自己的袋子 拿一元一毫子出去 建了垃圾 豆腐渣给大家住 这个就是他们 中国的情况 但是台湾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台湾 is not China 那国台办就说 慰问 慰问中国台湾同胞 那六委会 我们的大陆委员会 就是政府部门 就说 多谢了 不过呢 没有需要你来救灾的 那另一方面呢 日本就相当好 日本好到怎样呢 那日本手上以中文 安田文雄 写这个 社交媒体的 就是Twitter 就是以中文发文慰问 就说 致台湾朋友们 今早在台湾东部 发生了大规模地震 据报灾情不轻 我心感痛心 在此对受害者 表达 诚致慰问 也由衷希望 所有在台湾的朋友们 都能够平安 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 来致台湾的温暖援手 记忆犹新 今年年初 能登半岛地震 那这个就在今集附近了 也都再次感受到台湾的温暖 台湾 我们的重要朋友 我们真心感谢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帮助 现在我们的海岛邻居面临困境 日本愿协助台湾 任何必要的支援 日本国内国总理大臣岸田文雄 OK Yukiko Sato 这个很清楚 这个是他这么清楚的一种感觉 是感觉到非常温暖 那我们很欢迎日本帮助台湾 能够渡过这个灾难 那现在的灾情呢 依然持续住 会不会有更加大规模的地震可能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我只要能够两三日内 才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总结 但是救灾是第一位 不分蓝绿 很多人说花莲 选了那个 傅昆奇出来 地方势力 他这个地方全部是賴他的东西 但我不跟这些风 无论是什么蓝绿 我想说地震和他没关系 OK 那我只是说呢 有很多追究责任的东西 我们后一步先 可能几日之后再去处理 第一件事件就是 去救灾 去找回应该要找的人 如果有人受困 找他们 失联的 看看他们是否去哪个地方 我想这件事是第一位 那我想未来的72小时的黄金时间是重要的 希望争取到这一点 那第二件事呢 这一次的死亡的数字呢 可能都会上升 现在是9个人 可能会达伤位数 但无论如何都好 他的死伤数字是远远低于 这个九二一大地震 一则僥幸 因为他的震央不在土地上面 在花莲外海25公里 二则呢 就是说台湾也是因为 99年之后呢 新的法规做得好 导致到很多的建筑物呢 尤其是台北 新北呢 没有塌 当时博士资家 整个塌 那 你看回有关的新闻 你就知道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 至少台北新北 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若干商业大楼呢 尤其是高档那些呢 就是漏水的 因为爆水管 需要生种制 收水管 几个月时间才搞定 因为案件很多 水电工都要时间搞 希望不会再漏电 另一方面呢 我看回在台港人 会不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呢 我看到一篇报导仔 这个光泉梅 那光泉梅呢 就说呢 就是他在台港人 陈小姐 就在台湾东北部 宜蘭縣的朝溪旅游 朝溪就是温泉的地方 宜蘭呢 冷泉就是苏澳 朝溪就是很漂亮的温泉 一间一间好的小酒店 给大家住的 即是有些日本风情 有些像伊豆半岛 但当然伊豆半岛很棒 朝溪是另一种风味 多宁静和清幽的城市 那今天朝早就坐在床上写稿 得愈其内强点震动 他意识到地震 立即放低电脑 跳下床 蹲在床边 强震几秒之后呢 他下体的酒店停电 令他相当紧张 或者停电呢 其实勾起了我以前 在921的时候的回忆 起码他当时是朝早 没有那种完全黑咩咩的感觉 然而 这个并非他首次遇到强震 他曾经日本经历过六级的地震 所以这一次台湾地震 没有令他特别感到紧张 对我来说也是 试过了 但很多新来的香港人 没试过 很害怕的 希望大家 不要BTSD 大家 就算有什么损伤都好 财物有什么损失都好 过去的 会过去的 就不需要再担心 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 最重要是平安 幸福 快乐 这个是重要的 那他说有这样 这一次强度较大的一个地震 在台湾生活一年半 这个是遇过最强烈的地震 地震耍缓之后 他立即打开酒店的房门 带着几件随身物品 走到附近一个公园坐了一阵 这个就是很有柔柔如归的感觉 酒店里面有意大利旅客向职员求助 但因为语言不通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这个旅客因为担心余震 和她一起去到公园站备 朝溪是温泉区 陈小姐说这几天游客比较多 不少人跑到地面和户外站备 但气氛平静 地震没有造成很大的恐慌 而朝溪的哀愁是平静 未见有楼宇倒塌 对于地震 他觉得人没事就好了 另外 在台读书的港人 他的名字叫曾子瑞 这个就是出了名字 在这个光传媒可以说 就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 地震时正在书桌 在书桌上用电脑 原本以为小镇 后来越来越震 就立即躲在桌底 他说自己很紧张 还听到不远处 工地有东西倒塌的声音 强烈震动维持了大家一分钟 他从书桌底走出来 收拾家类的东西 然后拿着相机 找走到街上去拍摄 来台五年了 这个曾子瑞第一次遇到 幅度如此大的地震 他说的确有点害 感觉摇了很久 他住在公寓五楼 走出家门 立即见到 走廊和梯家全都是水 的确有很多楼 没有倒塌 但是爆水管 那为什么爆水管 因为真的 水管构 尤其是铁炮 分分钟 一撞 石屎 旁边尖的物品 整个爆 一个洞爆 整个深陷 后来就是大楼的水管 被震爆了 铁炮 铁炮 用水潑在街上 就像薄暴 铁炮 铁炮 相比九二一大地震 这次震感更强烈 我认为是没有更强烈 应该是九二一还更强烈 间水而行 走出公寓 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冷静 有些人坐附近的公园聊天 话题当然离不开地震 走到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建筑地盘 就比较紧张 有工程物料和棚架倒塌 工地的职员 都是路上执起物料碎片 落石和处理倒下的物件 以及将倒塌棚架围起来 台湾气象处指出 不排除后续三四日 可能会出现6.5至7级余震 这次地震 是九二一大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 因为不是所有能量都全部释放 我再说一次 所有能量未被完全释放 所以未来的地震 我相信未必达到6.7级那么夸张 这个比较高标 我想大概5级6级可能会有 受影响最严重的花莲山区 出现大量的土石崩塌的情况 蘇花公路有土石崩落 更加有隧道口 道路丹塔 部分的路段 车轮无法通行 希望大家注意 希望大家平安 那很多是在台湾的朋友 在看这个这一节 都希望大家平安 希望呢 这个华纳套平安 后面的平安 家人平安 就是至少我的情况 希望大家平安 第二件事呢 生命成可贵 希望呢 大家寻出自己在短短 白驱过驱的一个生命期间 寻出自己的意义 不是赚钱赚钱再赚钱 养家养家再养家 而想一想 自己的家人自己 应该要做些什么 去实现自己一些人生的理想呢 是不是有梦呢 做一只贪吃的猪呢 还是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呢 大家不需要做苏格拉底和猪的故事 大家不是个个都要做苏格拉底 就找出人生的意义了 我自己找的人生意义 就是在和大家开米 是不是 做律师 做这个兼职的教授 找出自己的志向志业 斜缸人生一大堆 但起码这件事是我们来找的 我们希望大家 都可以找出自己的意义了 有人专门研究一些特别的东西 有人喜欢去写文章 有人喜欢填词 有人喜欢作歌 有人喜欢去跳kpop 有人喜欢去读书 写文章 游历不同的地方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做尽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人生来说 不如已是十常八九 有时候很无常的事会出现 一旦出现 事禍多不过 我就看到那九位仁兄 是过身 我们心甘不舍 没有人是 即不论你什么政见也好 没有人是应该死亡的 即是因为这样而死亡的 希望大家都为他们祈祷 为所有受苦受难中 有受伤的九百多位朋友去祈祷 希望他们的伤势能够得以疗愈 希望大家能够尽力帮助灾区的人 很多人就说 不如冲去灾区帮忙 冲入去花田 大家就小心 因为交通不便 你多你一个人 灾区要多照顾你一下 那是不是很大问题也不是 那希望用 看回路段重开的情况 希望私与援手 去帮助一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即使不要入花田 你在中部以上 就算在桃园、新北、台北 如果有需要私与援手的 希望大家行有余力的 年轻力壮的 多做一些东西 OK 我都知道我有些朋友 正是很努力的 养生做一些东西 去帮助回馈回台湾的社会 不是彰显自己有多厉害 而是做得 这个就是我们的community 这个就是我们的社区 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 这个是我们的家 这个是国 不是两岸一家亲 不是九二共识的那个中国 台湾就是我们的国家 你叫他中和民国也好 叫他台湾也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 总之这个地方 不属于中和人民共和国 所以国台版滚 就是这么简单 另外那个什么鬼 回春丹的滚 滚 你这么喜欢搞这么多东西 中国台湾就滚 昨天都滚了 滚完之后地震 看看他本身有什么感想 我只是说台湾就是台湾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 不要让中国共产党 利用这一次的地震 去做任何的认知作战 甚至做一些所谓 博猛之后呢 扮同情 跟着呢 做渗透统战的工作 这一点大家需要很注意 我们是极度提防 以后抖音那些东西 尤其这几天 很多惊天地 一鬼神 不断地说一些 此时非的说话 就会出现的了 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多谢日本之余 也希望呢 现在的政府能够好 这样去处理有关的问题 我想很多的 譬如台铁东部干线 很多路段停停洗 尤其清水断崖 有一个惊心动拍的片 新清水隧道之外 突然之间 整条路没有了 就是全部塔坊 变成断崖 台九线 苏花公路下清水落桥 所断 是最严重的 部分路段更加有 伸宿缝 高高低低的伸宿缝 隆起 落石丹塔坊 的情况相当严重 台十四甲线 冤封往合欢山的道路 塔坊封闭 所以大家上不到合欢山 另外就是 台铁朝溪至凤林之间 无法行驶 朝溪去到凤林之间 无法行驶 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尽量不要去东部 即使你可以乘车 客运或者开车 经过雪山隧道 入这个宜蘭也好 你增加了那个混量 你无视在那个地方 欠什么恩勤 除非你 你讲到尾就是 跟当地的很多的民团 约定 有特定的工作 可以给你做 就不去趁热闹 是应该真的去抢救 如果你不去抢救的话 没必要 要抢救的 都是concerted action 不是你一个人 自己看有什么抢救 这个趁热就无谓 所以我希望大家保重 还有做一些力所能及 可以做到的事 大家知道有 可以运载230辆小客车的台北快轮 就是台北港赶赴苏澳港 台北港在哪里 就是八里 就是淡水河口 对岸八里旁边就是台北港 可以搭船去苏澳港 反而这个就OK 这个是 你没必要不要去趁去 这个是 给那些应急的人用的 今天下午三点钟 由苏澳开航前往花莲港 就是台北去苏澳 苏澳再去花莲 那连夜回回苏澳港 所以我们很感谢船夫 他们很认真做一些额外工作 去做这件事 那当然要检讨的就是说 台北、新北和桃园等地 是未收到国家级警报的 那一般来说 应该是会有这个国家级警报 那看到新北、台北、高雄、南部地区 民众未收到的国家级警报 引起热热 那大家知道呢 发出警报的 只是有花莲、宜蘭、台东、新竹苗律、张化、南头、云南、嘉义、嘉义、嘉义、市、嘉义、远、台中和台南 但未有 包括我在内的台北市 那大家知道 当然这个值得检讨 那希望大家要明白 那很多的数据可以慢慢分析 但是你说造成的伤亡 被我们遇上中 是可控的 即未去到个相当悲情的情况 但是当然一个人死也不多 希望大家要注意 那未来几天 很多来台湾的旅游旅行团 需要取消 未到这个地步 OK 不是这个地方震晒 是板神大地震 不是这样的情况 但未来这三天里面 发生余震的机会 极高 极高 即是震下来可能三四五级六级 有人说六点五至七级的高标 我想余震来说大概四五级的极有可能 因为能量尚未完全释放 希望大家注意 不要大惊小怪 那你愿意的就来 OK 不愿意的就等一等 很多海外的朋友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 都纷纷问候我 和很多的朋友 在此愿意充心感谢 即是希望 你们想起了我 亦都我们 我也都想起了你们 多谢你们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呢 就是伟民岛这里的人 那么在台港人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有任何的需要 去应急 那我们都希望呢 能够帮到手 那 这件事来看呢 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各人都是平安的 部分人是有少量的财物损失 甚至放在家里面 那些古碗 家当 在这个餐厅 或者经营的场所里面 那些财物 食物 即是碗碟 可能 插到手 等等的东西 或会出现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小心 一有地震的时候 不是去进厨房 去保住那些碗碟碟碟 因为那些会塌 就有它塌 有些东西要捨得 还有将东西 放在高的地方的东西 珍贵的东西 请你先放在地上 OK 你放在这么高 整个发落来 发到人砍到头 就不好了 所以未来这几日呢 如果在台湾 希望做到这件事 也要多谢大家 对于台湾的关心 那我这一节 做了成半个小时 那我们下一节 我再说其他新闻